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焦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这是第二期 咱们看我们的标题 Markdown的预览插件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学预览插件 是这样 首先说 咱们为什么要用Markdown 是因为 一句话来说 是因为Markdown可以帮咱们生成HTML 没问题吧 那么我用这个预览插件 就是完成这个功能 咱们写一些Markdown 然后它帮咱们简单的 去生成一些个HTML 但注意一个问题 相同的Markdown 可能在不同的网站当中 渲染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Markdown的表示结果 不是Markdown语法决定的 是各个渲染器决定的 比如说A网站用Marki的渲染器 B网站用Peaky的渲染器 可能他们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但是大体上 他们生成的HTML的结构 是完全的一样 这没有关系 咱们学出这么一套语法 可以应用到各种网站 没有问题 具体说 比如说我这个文字 显出红色白色蓝色 是渲染器决定的 跟咱们的Markdown语法 没关系 OK 简单说完这个插件的功能之后 咱们看 知识点就一个 今天咱们安装一下 Markdown这个插件 Anywhere 试试 我准备从Clone store中进行安装 马上开始 这是我的官网 然后咱们点Apply 然后进入到Clone 好 在Clone商店里面 咱们敲Markdown Markdown 控制Anywhere 会撤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安装 大家请看 有三个人对它评价 但是五星级 非常的不错 Go 如果它安装成功之后 会在咱们空气条上 多了一个小图标 成功了 多了一个小图标 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 咱们安装成功 然后该怎么使用 该怎么使用 是这样 这个插件安装成功之后 大家请看 现在是灰的 对不对 并不能够使用 它怎么使用 它需要咱们本地 开一个WebServer 然后通过WebServer的方式 打开一个HTML 就这个地方 我提前给人做好了 叫做imdHTML 这个网站的 这个HTML里面 内容无所谓 但是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写 它需要 有一个TaxError 这么一个标记 就够了 其他内容完全都不用 都不要 就可以使用它的插件 怎么使用 咱们试试 我在我的课件的根目下 我建了一个 这个MarkMD的HTML 这为什么 因为我进入课中 都准备用到这个文件 这文件的内容 其实不用 我这个文件 是为了给这个插件 所准备 怎么用 看一下 我现在本地开这个server 然后链接到 请看 我这个根 就是我这个LeanMarkdown 对不对 然后我点击一下 这个是我LeanMarkdown 对不对 然后我点击一下这个HTML 大家请看 这个是标准的HTML内容 对不对 然后呢 它里面的内容 刚才给您介绍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注意 必须都有一个Tax Area OK 然后打开这个内容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Markdown这个插件 已经变成彩色 可以用了 那咱们点击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这个调试环境 换句话说 咱们在左边输入内容 右边会给咱们 及时显示出来 没问题吧 然后 怎么看这插件 能不能用呢 我这下面呢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跟上期一样 比如说我要有一个 这个 Porto网站 Porto网站 叫做门户网站 里面有很多主题吗 把它拷费过来 这个语法呢 是标准的Markdown的语法 列表的语法 我拷费过来 咱们看看它的 及时渲染的结果 大家请看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我再做个简单的修正 做俩空格 大家请看 右边能够动态看到结果吗 这就是我选这个插件的目的 非常的直观 非常的方便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装一个插件 可以试一试 OK 这个是我第二期的内容 我第二期主要就是说 装一个插件 并且咱们今后的讲解和调试 OK 今天的代码呢 我也放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成为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参照 那我的Markdown的第二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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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